特朗普被枪击,他今年能当选总统吗?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3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被枪击 特朗普满脸是血,诱饵被子弹击穿 美国特勤局表示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特朗普集会事件中 两人死亡,包括枪手以及一名现场观众 另有两人受重伤,特勤局人员已经击毙枪手 由网上的视频来看 特朗普当时的反应不是惊恐而是愤怒 对着前方做出手势 看嘴型说的应该是他们的国骂 Fuck you 由这点来看,不得不佩服这个疯子 如果换作拜登他老人家 估计站都站不稳 今早有不少人在网上还有我的群里讨论 这是不是特朗普的一次作秀 我觉得就不是他这跟水扁的那次不同 他这次枪手有一点点天差就会要他的命 没有人感冒这么大险 尽管我们都知道他是有点疯 但还不至于疯到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的地步 之前在儿子被定罪 拜登今年还能连任美国总统吗 视频中说拜登今年的运气不好 连任的可能性非常小 而特朗普的八字我就一直未写 今天后普就来与大家分析一下他的八字吧 先看排盘 特朗普的出生时间按理来讲准确率很高 因为他的出生时间是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透露出来的 他当时还打电话问了他的母亲 他这个命吉土日元生于五火月 年柱丙须 十柱几次 除了月干一点甲木之外 就是一片火土 这个命吉虽然说是有个甲木 但这个甲木坐下有五火屑 又被两个挤土来合 甲挤化土成功 砖望格无疑 所以这个命用神为火土 祭神是金水木 也有人喜欢拿他的戊须大运来说是 说他这个运多次破产 是衰运 其实这是一些命师不了解美国那边的破产 及一些商业模式 他在务虚运的破产 是越破就越多钱 越破生意就越做大的 这是他的一种商业手段 并不是说他在那时就真的很惨 就真的很穷 而特朗普在2016辛丑大运秉身流年 当选美国总统 正是秉火用神透出作用之年 在2020辛丑大运庚子流年败选 是金水当望之时 跟着的辛丑 人银 鬼卯 这几年 他都官非连连 全是金水木祭神当望之故 今年运交人银 人银水木表面看 是为祭神 但人水生银木 银木银武须三合成 用神火菊 祭神便用神 为逢凶化吉之运 这是命术 没办法的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运中波折不少 是非不少 凶险也有 但要不了他命 今年流年贾臣 贾木祭神增利 贾木为官 现在是新卫月 新金为石神 所以出现枪击事件 也受了点轻伤 但总的讲贾臣年土旺 加上卫月土更旺 死不去 他为什么不是上一个月 五月出问题呢 上一个月是耕武 耕金是商官 但受武制 凶不起来 到了新卫月 卫虽然是造土 但土生金的特性 始终摆在这里 所以枪击不应耕武 而应欣慰 我不是特朗普的粉丝 也不是他的什么支持者 我只是以命论命 综合来看 特朗普今年 如果是他与拜登两人竞争总统之位 那就肯定是特朗普胜出当选总统 除非半路又杀出一个成咬金 那又理当别论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拭目以待吧 明镜需要点赞 订阅明镜